二手交頭淡靜 藍籌屋苑與沖太古城入場費罕有劈至600萬邊緣 代理指 該屋苑一伙極低層二防護 剛以618.8萬元平售 實用尺價僅1.06萬元 時光倒流10年前 尺價貼近天水為大型屋苑水平 美聯物業高級營業經理淺敏二表示 上述低價成交為太古城駁陽各極低層的室 實用面積583方呎 採議房間隔 由於位處升降機不達的流程 住戶需要從升降機大堂行落一層出入 單位室內更原用1977年的懷舊裝修 買家需額外斥資翻身 僱銀碼相對較低 原業主近期叫價約630萬元 以價至618.8萬元 獲首至客乘折 實用尺價僅10614元 尿創十年新低 流價亦重返十年前水平 翻查資料 位於今次成交單位高二層的室 於2012年曾以596萬元逆手 尺價1.02萬元 參考同區南風新 最新易房成交 為二座中層寺室 實用面積只有391方尺 日前以613.8萬元成交 尺價達15698元 今次易守的太古城二房單位尺價明顯低三成 天水圍嘉湖山莊本月平均實用尺價約1.03萬元 可見是次成交尺價貼近天水為水平 據了解 原業主早於1977年 以約15.55萬元購入上述物業 辭貨46年 賬面獲利逾603萬 太古城4月站61宗買賣 平均實尺16553元 因本月層六一火空窄同層成交 加上今次極低層護翼手 所以拖低整體尺價 另一方面 受到加息周期影響 個別重貨投資者開始斷供單位 市場消息指 東提灣半九座中層 失二房單位 實用面積527方尺 新近由銀主委托代理放售 開價700萬元 較個別銀行網上股價低5萬元 據透露 物業園由一名投資者持有 該投資者於2009年至2011年期間 合共以3699.9萬元 購入東蔥區內七伙住宅 包括新近輪銀主盤的東提灣半單位 為2009年以231萬元買入 單位後來曾八次加案借貸 據了解 上述投資者持有七伙單位 至今有二房以變銀主盤 包括影岸 紅利座低層H12房戶 實用面積539方尺 上月被銀行接管後 以700萬元放售 代理消息指 由於該名投資者 於2020年曾將七伙物業 一併向財務公司押借於1775萬元 單位被多次押借 不排除未來也會被銀主接管出售 美國貴谷銀行上月突然倒閉 美國聯儲局加息步伐變得溫和 本港樓市好淡增持 反映主要屋遠樓價 走勢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 最新報168.4點 按週升0.08% 創近半年新高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 楊明儀指出 CCL今年2月中旬起年升4週 對漲4.26% 為近四週子累升0.95% 整體樓價升勢明顯減慢 不過 該行仍以170點為短期目標 潛在升幅近1% 判斷